父女現身殯儀館傷心落淚黃逸華掃亡妻為怨,叫我們要乖點。 黃逸華太太梁傑華於本月26日因器官衰竭離世,終年59歲。 華哥飽受喪妻之痛,但堅持親自為亡妻處理身後事。 今,28日,午一時許,他與女兒王子情離開大埔寓所。 華哥戴上眼鏡、口罩座司機位,子情戴如夫帽及口罩座後排,並不時低頭,跟助手一行四人直駛到紅磡世界殯儀館。 下午一時45分抵達殯儀館的華哥和子情,應傳媒要求拍照後。 華哥表示,大家有心,有心,華哥明顯雙眼紅腫,但相比下,子情的心情更為沉重,全程低頭,受訪期間不時飲飲。 問到梁傑華有什麼遺願?華哥望一望女兒再說,個女兒未出嫁,說罷華哥也禁不住落淚。 繼而華哥再透露太太的遺願子,他叮囑我和女兒要互相照顧,以及照顧外母和動物叫我們要乖些。 華哥稱這段間受疫情影響一直停工,現在會先做應做的事。 問子情在網上留言書發心情後有否稍微好轉? 她表示好多了,因多年來也沒說過這些話。 問到有否夢見媽媽?她說,沒有,但家中客廳出現了一隻飛蛾,還看似懂得聽我和爸爸交談此的。 逐問飛蛾是否一直不走? 子情點頭承認,子像陪著她們此的。 問到這幾天是陪著父親?華哥代答道,這段時間大家都互相照顧和扶持,個女友陪著我,我們都會堅強,OK的大家放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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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